台東警分局封禮派出所日前執行夜間酒駕取締工作時 發現一輛機車違規跨越雙黃線 予以藍茶時發現這個騎士謊暴身份 警方立即啟用警用小電腦查詢 發現這個騎士居然是一名通緝犯 立即將他逮捕歸案 取締酒駕一直是台東警方一直以來的執行重點項目之一 日前台東分局封禮派出所圓警 執行取締酒駕勤務時 在市區的中心路段發現了一名中年男子騎乘機車 違規跨越雙黃線立即予以藍庭 而在藍庭的過程中 發現該名男子竟然謊報自己胞弟的身份 警方立即運用警用小電腦的臉部辨識系統 發現該名騎士竟然是一名通緝犯 你有沒有報別人的身份證字 你帽子拿下來 你有點長得不像 我感覺你也變得太多了吧 本所圓警日前晚間執行勤務時 在台東市中心路發現一名中年男子騎乘機車違規跨越雙黃線 上前藍庭告發 過程中被圓警發掘他謊報身份 進一步以人臉辨識系統查證 確認這名男子 日前才因案遭地檢署發布通緝 該男位規避行責 謊報地理身份遭圓警識破 當場以通緝及衛造文書 逮捕移送偵辦 台東警察分局表示 第一線的員警基於維護治安的交通職責 落實取締的工作 並請民眾務必多加配合 同時也呼籲切勿因為一時的僥倖 謊報身份以及簽署其他人的姓名 以免處罰 記者陳吉林台東市報導 ウィ arabs ubiquitous 所以說我是 nicht 為什麼要是 閻情罪 因為這一間人 因為他們